江泽民却如惊弓之鸟,四处躲避法轮功 这一次访美,江泽民被以群体灭绝罪、户刑罪、反人类罪等罪行告证 赵志飞是湖北公安厅的厅长 当时他来美国的时候,我们把他整个的行程都搞清楚了 然后在纽约,他从外面回到他的旅馆的时候 我们就上去给他递了船票 当时他非常紧张,他一开始的反应就是 那我能不能马上回国啊 就是完全就乱了阵脚 后来呢,我们知道他回国以后 在国内整个公安系统有一个全国的电话会议 就是把这个事情要提醒大家 在出口的时候可能被法轮功告的 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给那些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 一个就是当好一棒吧 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在国内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最终你是要负责任的 而且呢,就是说这个 他们是逃不掉的 只要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 出访的时候都非常的紧张 到了什么程度呢 有这个中共的官员到华盛顿这个国会里去 跟他们这个就是外事交往的时候 国会给他们正式的信他们都不敢接 任何东西都不敢接,怕是传票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团体到这个中国大使馆去 要递一些信 然后从门缝往里头 外面往里头塞 他们从里头就往外顶 就是生怕递进来的是传票 然后这个后来呢 就是到了这个江泽民来美国 到芝加哥一进城的时候 沿途都有大法地质打着横幅 就有的是法律大法号 有的是江泽民南涛律师这个人 所以他非常的恐慌 他到了什么程度呢 把那个芝加哥的那个 从机场到城里的高速公路 全部封起来 而且是倒着走 就是人家往东开的 他往西开就是立项走 他就是非常的紧张 那么他到了那个车 到了旅馆的时候 是从他那个进出拉西的 那个车库的门进去的 没有办法从正门进去 到芝加哥这一天的时间里头 我们就开始了第一个塑江案 这个海外第一宗控诉江泽民的案子 掀起大范围的塑江潮 之后法轮功学院 在全球三十个城市和地区 发起了五十多个控告 江泽民的刑事和民事诉讼 连同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 中共官员 在海外也相继被起诉 被外界称之为 二十一世纪最大的 国际人权诉讼案 可惜这场灭绝性的迫害 没有因此而结束 2003年1月20日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宣布成立 邀请社会特界的正义力量 深入广泛的调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个人与机构 同一年的3月 联合国人权秘密监察机构 接受了两份关于中共镇压法轮功的报告 其中一份包含一万一千多名 主要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和警察姓名 这些人出国访问 旅游或是探亲 随时面临着被起诉的可能 当时迫害开始之后 我们开始对中国政府进行交涉 想跟他们对话 和平对话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所有这些努力发现都不能实现 而且中共当局干脆拒绝跟我们进行任何交涉 我们给他们送的很多请愿信 包括在国内很多法轮功学员的前副后继 到信法办公室 到北京 到天安门 到国务院信法办公室 他们只要一去信法办公室就被抓起来 他们根本没有申诉的机会 实际上所有这些上访的这些法轮功学员 他们根本就是等于到了上访办公室就是被抓 就被送牢教 被外国家有的遭毒打 甚至有的被迫害致死 所以跟政府沟通的所有的渠道 哪里都没有 中国当时整个对法轮迫害是 一直到今天为止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完全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是违宪的行为 因为中国宪法的规定的信仰自由 这个条款是被践踏了 如果在中国不能实行法律的形式 来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的话 那我们就要通过国际上的 现存的这些法律条例 就是对他们进行起诉 那当然我们相信在将来 一定会有这一天 在中国大陆呢 对那些参与破坏法轮功 或协助破坏法轮功的那些 所有参与者呢 将来会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他们必将送到地上的身体 在中共当局持续的镇压 大陆的法轮功学员 被迫害致死的人数 不断攀升的情况下 海外的法轮功修炼者 运用他们自己有利的条件 开辩了多种营救渠道 这其中还包括创立了 报纸 电台 电视台的媒体 让国际社会能够了解法轮功 在中国大陆所遭遇的种种 2004年11月18日 大纪元时报推出系列社论 九评共产党 系统全面地揭示共产党 从起家到现在 由谎言蒙蔽建构而成的历史 深入剖析共产党 镇压法轮功的本质和用因 九评的推出轰斗历史 有大批的中国大陆人 因为看了九评 决定退出共产党相关组织 国内外的法轮功学员 也本着善心 努力劝退加入中共组织的各界人士 十年的镇压 让法轮功学员们清楚地知道 唯有解体中共 才能制止这场迫害 到2009年8月 将近六千万人 在大纪元网站上宣布 退出中国共产党 共青团和少先队 为什么要劝中国人退党呢 我觉得这个 中国共产党也好 任何共产党也好 在历史上是不会再存在了 因为它是一个邪恶的党 因为它和法西斯党一样 是独裁 是邪恶 是残暴 是杀人 从它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宣言 就可以看出来 要砸碎全世界 才能够这个最后的得到解放 无论它是在苏联也好 在中国也好 杀人都是不素 在中国更是厉害 我说一个人最重要的是道德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道德 我说为什么圣经上有的 洛亚方舟 那个时候是用洪水淘汰人呢 就是因为人道德不行了 那么天就要淘汰这样的人 所以七七四十九天下大雨 最后这个海拔两千米以下的人都淹死了 我说美国有一个科学家 根据DNA的研究 在多少年以前 全世界的人类只剩下两千人 然后逐渐繁衍 我说为什么 就是人不够人类资格的时候就要淘汰 所以这个共产党是必然灭亡 跟着它是绝对没有下场 没有好下场 跟着它被历史淘汰 走向那个地狱吧 所以我就告诉他们 一定要处理这个邪恶的党 让这个从精神上思想上托你他 然后才有一个先生 这几年下来 九平带动的精神觉醒引人瞩目 2005年间 前后共有三名中共高级官员 因为忍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在海外寻求庇护 并亲自揭露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手段 在天安门自焚案报导之前 我们已经接到内部通知 就是美今天晚上必须回家去 看这个焦点访谈 关于法轮功问题的这个揭露 然后呢 我们就是从内部消息来讲 在它准备 在它放这些片子之前 我们已经全部都知道具体的内容 包括一些这个播放的时间 包括采访的地点 我们全都知道 那么就是说在它播放什么时候播放什么时候 录制的应该是一个完整系统的 一条龙下来的一个一个政治人物 在体制内的时候呢 对于法轮功的迫害 包括就像以前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或者是在再很久以前的时候 叫做株连九祖 包括现在也是一样 法轮功学员 例如它家里如果有法轮功学员的话 它的子女就业 读书上学都不可以 包括参军 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对于当地的这个编造谎言来讲 就是我们在610的时候 到达那个劳教所以及监狱的时候 看到的一些法轮功学员 他们就是在里面的生活 以及他们的状况 都是和外面中共对外所宣传的是不一样 我对于抛弃中共来到自由世界来讲 我已经是在一个14年的时间 那么现在呢 给我最大的生日表出息 我在国内呢